Tony Tony 妈妈我想要嘘嘘 等妈妈一起去吗 我自己可以上厕所 想要去嘘嘘 想要去嘘嘘 那就上厕所快快快 坐在马桶嘘嘘 嘘嘘 用力用力嘘嘘 嘘嘘 坐在马桶嘘嘘 嘘嘘 我自己能上厕所 嘘嘘嘘 嘘嘘嘘嘘嘘嘘 嘘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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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好了 想要去嘘嘘 想要去嘘嘘 那就上厕所快快快 坐在马桶嘘嘘 嗯嗯 用力用力嘞嘞嘞 嗯嗯 坐在马桶嘞嘞 嗯嗯 我自己能上厕所 嗯嗯嗯 坐在马桶嘞嘞嘞嘞嘞 用力用一遍遍 拜拜拜拜遍遍 我自己能上厕所 嗯呀嗯嗯嗯嗯呀嗯嗯嗯嗯呀嗯嗯嗯嗯嗯嗯 上好了 哇 这世上唯一的猪泥碟子做好了 这世上唯一的托尼的 托尼 这是什么 这是世上唯一的超大好便便 我的一号作品 真是的 可是这是看着谁的便便做的 兔子 猪 还是河马 还得我这个动物专家来告诉你 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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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变变变变变 长长的腊肠小狗扁扁 扁扁扁扁扁扁扁 真舒服 哦变哦变哦变变变 刺刺刺一片还有扁扁 扁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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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 刺刺刺一片还有扁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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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 嗯 真舒服 绿绿的红树 熊猫扁扁 扁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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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 变变变变 海鸥熊猫和猫变变 变变变变变 变变变变变 托尼 你这世上文艺的变变也还不错吗 当然了 宝君 蜥蜴王 宝君 蜥蜴王 霸王龙 宝君 蜥蜴王 嗯 霸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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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君 蜥蜴王 蜥蜴王 看有你的大沙巴 还长着可怕的尖牙 我是凶猛的猎人 苦误世界王中王 BOOM 傻卡拉卡 宝王龙 傻卡拉卡 BOOM 傻卡拉卡 宝王龙 傻卡拉卡 眼睛 鼻子 耳朵 太可怕了 嗯 大家怎么都跑了 霸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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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君 蜥蜴王 蜥蜴王 转强间的大声推 和有唱有壮大尾巴 我是凶猛的猎人 苦误世界王中王 BOOM 傻卡拉卡 宝王龙 傻卡拉卡 BOOM 傻卡拉卡 宝王龙 傻卡拉卡 BOOM 傻卡拉卡 呃 风神一龙 把我的大宝宝偷走了 谁来帮帮我 唱唱号角 发动故事 我是富志龙 站住 壮壮围包 摇摆攻击 我是假龙 看我的 我们是空龙救兰戴 强大又勇敢 我是布基龙 我是甲龙 出动 我们是超级恐龙救援队 我的蛋宝宝 超枪铁头弓 用力装击 我是中头龙 嗨哈 尝尝身体 协助救援 我是万龙 交给我了 我们是恐龙救援队 强大又勇敢 我是种头龙 我是万龙 出动 我们是超级恐龙救援队 恐龙救援队 大家都来吧 一起跳舞吧 呼哈 跟我躲躲脚 咚咚 张开打嘴哟 啊 一起跳呀跳 跳跳 开心的跳舞吧 轻轻的躲躲脚 咚咚咚 重重的躲躲脚 咚咚咚 大家都来吧 哈 一起跳舞吧 呼哈 跟我躲躲脚 咚咚咚 张开打嘴哟 啊 一起跳呀跳 跳跳 开心的跳舞吧 哦 大家都来吧 哈 一起跳舞吧 呼哈 大家都来吧 哈 一起跳舞吧 呼哈 哇 啥 哪只恐龙更大 哪只恐龙更大 我是四肌龙 我是三角龙 三角龙更大 哪只恐龙更大 哪只恐龙更大 我是万龙 我是阿根廷龙 阿根廷龙更大 我是最大的恐龙 耶 耶 耶 晚安 做个好梦 我的乖宝宝 海洋公公下山 到那深深海底 星星山要挂满天空 小宝宝 小宝宝乖乖水 闭上你的小眼睛 做个幸福的美梦 世界很危险 到处都是猎人 但不要害怕你也很强壮 有太多的恐龙 他强壮又有无力 但不要借怒你也很勇敢 小宝宝乖乖水 不要担心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朱尼托尼童话音乐剧 大灰狼和七只小山羊 现在开始 很久很久以前 在森林里 住着山羊妈妈 和七只小山羊 有一天 准备出门的山羊妈妈 对孩子们说 孩子们 大灰狼可能会来 你们一定要记住 锁好门哦 知道了妈妈 放心吧 不一会儿 就有人来敲小山羊家的门 哦 你是谁 是妈妈 快开门 敲门的 正是可怕的大灰狼 你不是我妈妈 妈妈的声音很温柔 就是 就是 我妈妈的脚非常白 可是你的脚好黑啊 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你不是我们的妈妈 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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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我是妈妈 黑色的手 黑色的脚 还有可怕的声音 你说我 你才不是妈妈 灭 灭 灭 怎么办 有了 大灰狼往脚上擦了些面粉 然后清了清嗓子假装温柔的声音 妈妈回来了 快开门 给我们看看你的脚 大灰狼把沾满面粉的脚伸了进去 给小山羊们看 你是谁 我是妈妈 洁白的手洁白的脚还有温柔的声音 这一次 真的是妈妈 小山羊们大开了门 小山羊们 我要把你们统统都吃掉 是大灰狼 救命啊 救命啊 小山羊们都吓坏了 他们赶紧躲到被子里 床下 还有衣柜里 以为这样就找不到你们了吗 我要开动了 大灰狼张开大嘴 吞下了第一只小山羊 接着吞下了第二只 第三只 第四只 第五只 还有第六只小山羊 吃得好饱啊 该去睡个午觉了 大灰狼回到了森林里 回到家的山羊妈妈 吓了一跳 门怎么开着 我的孩子们都去哪了 听到妈妈的声音 躲在石中里的最小的那只小山羊 哭着跑了出来 看那只可怜的小山羊 躲在那大石中里哭啊哭 妈妈 妈妈 大灰狼来了 宝贝你在哪里 宝贝你在哪里 快快告诉妈妈 快快告诉妈妈 可怕的大灰狼张大嘴 把他们统统吃掉了 妈妈 吓死我了 山羊妈妈 赶紧跑到森林里 寻找那只大灰狼 她发现 大灰狼正躺在草坪上 呼呼大睡 妈妈 大灰狼的肚子在动呢 孩子 快去帮妈妈 把剪刀 还有谢和针拿过来 山羊妈妈 用大剪刀 剪开了大灰狼的肚子 咔嚓咔嚓 孩子们 快出来 妈妈 妈妈 六只小山羊 从大灰狼从大灰狼的肚子里一个个的蹦了出来 孩子们 孩子们 大灰狼还没醒 快去捡点石头来 好的妈妈 山羊妈妈 山羊妈妈把石头全部放进了大灰狼的肚子里 接着把肚子缝了起来 可恶的大灰狼让你尝尝教训 过了一会儿 口渴的大灰狼醒了 好渴啊 我得去喝点水 身子怎么这么沉呢 就在大灰狼弯腰要喝井水的时候 肚子里面的石头开始慢慢向前倾 救命啊 大灰狼掉进了深深的井里 不通 大灰狼闯进山羊的家 长大最吃掉了可爱的山羊 换掉 拿起大剪刀剪开它的大肚子 哦哦哦哦 既致可爱的小山羊 耶 既致可爱的小山羊 耶 既致可爱的小山羊 耶 终于从大灰狼的肚子里蒙出来 既致可爱的小山羊 耶 既致可爱的小山羊 耶 既致可爱的小山羊 从此以后活上了幸福的日子 朱尼托尼童话音乐剧 下期再见 托尼 我们要不要去未来世界看一看 好啊 飞向未来 这是哪儿 到处都是火山和大树 这儿好像不是未来吧 是 狱龙 快 快跑 托尼 我们好像来到了百恶级恐龙时代了 可 恐龙时代 快看 那边全是恐龙 他们在干嘛呢 会不会是为了争夺那个冠军杯 再准备比赛呢 我们竟然能亲眼看到恐龙比赛 太棒了 托尼 恐龙拳击冠军争霸赛 现在开始 欢迎第一位选手入场 进入场 猴龙依蝎蝅い就是我 慘烈又可怕的鸭目龙 而且牙齿有你的 NEW 大 下 吧 看我的厉害我是鸭龙 霸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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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啊冲啊冲啊冲上去 来吧来吧过来吧 霸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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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啊冲啊冲啊冲上去 就来吧胜利是我的霸王霸 有请霸王霸的对手入场 带此蟋蟻就是我 胸罕有巨大的记录 快速温跑回上游打背反 看我的厉害我是基隆 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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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啊冲啊冲上去 来吧来吧过来吧 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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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啊冲啊冲上来过来吧 胜利是我的基隆 基隆 让我们来看看谁是最后的胜者呢 刀 which谢谢 刀剑蜥蜴暴龙 再次蜥蜴几龙 乘emi的主人攻势 哗哗哗 空荣对决现在开始 熊熊 finals 一二一二 啊哈哈哈 回报 将冲 熊 Angle 一二一二 哈哈 电梦 鸭齐 攻击 冠军就是 霸王龙 霸王霸王霸王 尖叫霸王霸王 霸王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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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一定不会放过你 口龙拳接冠军就是 霸王龙 狗 狗不着 给我 我的奖杯 你看他 前脚太短 都拿不到冠军杯呢 这年大王能 朱尼托尼童话音乐剧 《龟兔赛跑》 现在开始 有一天 一只兔子在树林里蹦来蹦去 突然 他看到路中央 有一个又硬又圆的东西 这是什么 怎么回事 鬼是你啊 我还以为是石头呢 哈哈哈 慢慢吞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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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得快的 吐自我快快快 跑得慢的 乌龟你慢慢吞吞 跳一下我就能追上你 但你敢不上我 满乌龟 拉拉拉拉 跑得快的 吐自我快快快 跑得慢的 乌龟你慢慢吞吞 哈哈哈哈哈哈 兔子 你还在圆地 满乌龟 哇 跑得快的 吐自我快快快 跑得慢的 乌龟你慢慢吞吞 蹦蹦跳 蹦蹦跳蹦蹦跳跳 跑跑跑 你敢不上我 满乌龟 慢慢吞吞 慢慢吞吞 哈哈哈哈 兔子 你要不要和我赛跑 什么 你和我赛跑 哈哈哈哈 如果我赢了 你要保证再也不取笑我 哈哈哈哈 好啊 我接受你的挑战 树林里所有的动物们 都赶了过来 一起看它们赛跑 我觉得这场比赛 兔子肯定会赢 是啊 他说的对 可是这要等比赛结束 才能知道吧 我们可不这么觉得 这场赛跑的裁判小鸟 指着山顶说道 看到那边的大树了吗 谁先到那里 谁就赢 预备 好 加油 比赛一开始 鸟子就蹦蹦跳跳的跑出去了 但是尽管乌龟用尽了全力 却看起来几乎还在原地 乌龟 乌龟 快点 你得跑得再快点 我已经 尽全力了 是吗 兔子跑到半山腰 回头看了看乌龟 他看到乌龟在前进 但却还在离起跑线不远的地方 乌龟好慢呢 他怎么会那么有信心 我还是在这歇歇睡个午觉好了 反正我都会赢 躺在树荫下 微风吹过 兔子就这样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 兔子被一阵欢呼声吵醒 他看向山顶终点处 什么情况 在山顶上 所有动物们都在为赢得比赛的乌龟 在山顶终点处理欢呼呼呼 哇 你成功了 你赢了 我都想到你会赢 你真的好棒啊 小兽 没什么了 兔子飞奔过来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赢得过我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兔子 兔子比谁都跑得快 所以他爱炫耀爱炫耀 乌龟比谁都跑得慢 但他从不放弃不放弃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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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再快不重要 努力不放弃最重要 好的再慢也能赢 让我们为他 让我们为他割裂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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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赢得快吗 这次比游泳 怎么样 我可以游得很快呢 游泳 不 我认输了 按照约定 我再也不取笑你了 太好了 那我们做好朋友吧 从那以后 兔子变了 他变得爱赞美其他动物 不再嘲笑 朱尼托尼童话音乐剧 下期再见 哎呦 我热死了 香蠢的咖啡 凉爽的空调 好 简直是太爽了 对吧 超棒的对吧 我们在这休息一会儿再走吧 我们家宝宝 嘘嘘 便便 都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哎呀真是 便便和叙叙 为什么会有这么臭的味道啊 朱尼 托尼 好好奇 探索解密 啾啾啾啾啾啾啾 便便叙叙的味道 啾啾啾啾啾啾啾 嘱尼托尼来告诉你 肚子里的食物被消化之红 残渣们都顺着大肠往下嗖嗖 在大肠里遇到了细菌细菌 变成有味道的便便 呼啦啦呼啦啦呼啦啦 快分解吧 呼啦啦呼啦啦 快分解吧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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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在鳥島裏遇到了細菌細菌 變成有味道的嘘嘘 呼啦啦!呼啦啦!呼啦啦! 快分解嗎!呼! 呼啦啦!呼啦啦!呼啦啦! 快分解嗎! 啊!這是什麼味道呀? 醇 醇 醇 酸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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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 醇 醇 醇 自己拿文的醇醇味道 变变和嘘嘘之所以会发出刺鼻的味道 都是因为有细菌的存在 细菌们把变变和嘘嘘分解之后会产生氨气动气体 所以才发出刺鼻的味道 哦 原来都是因为细菌呀 好的 那么我们小宝贝以后也不要憋着 要及时地排出变变和嘘嘘哦 那我们就先走了 朱尼托尼童话音乐剧《白雪公主》现在开始 很久很久以前 在遥远的王国诞生了一位美丽的公主 真的好可爱啊 她的鼻子好白啊 真香 公主长得白心如雪 因此所有人便都叫她白雪公主 可是没过多久 王后突然因病去世了 随后国王便迎娶了一位怪心肠的新王后 新王后有一面魔镜 有一天 王后穿上一套新衣服 询问魔镜 魔镜啊魔镜 魔镜啊魔镜 我的名 같아요 祝你 这是我们下红 DRi Hilbert 物诚先生 我说了 战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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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能力 NCация 是吗 任性如 LIKE Liambled 哼 怎么可以 快传猎人来见我 往后 你有何吩咐 你去把白雪公主引到树林里 杀死她 白雪公主是无辜的 猎人不忍心杀害公主 公主 您快逃吧 逃得越远越好 再也不要回来了 我知道了 谢谢你 猎人叔叔 直到深夜 徘徊在树林里的白雪公主 终于看到远处有一个小木屋 小木屋里摆着七个小床 谁会住在这么小的屋子里呢 白雪公主感到非常疲惫 于是她便躺在床上睡着了 好困啊 就在这时 七个小矮人刚好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 我们是七个小矮人 唱着歌我们跳跳舞 1 2 3 4 5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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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pept 啦啦啦啦 七个小爱人 他是谁 怎么回事 是谁在睡觉 对不起 我叫白雪公主 你是公主 我没地方可去了 可怜的公主 真可怜 你住在我们这里吧 是啊 和我们一起吧 真的吗 谢谢你们 有一天 王后再次问魔镜 魔镜啊魔镜 这世上谁最美 这世上最美的是白雪公主 什么 白雪公主居然还活着 恼笑成怒的王后 用魔法药水 变出了一颗毒苹果 魔法咒语玛丽玛丽玛丽红 魔法咒语玛丽玛丽红 用魔法毒苹果让公主消失不见 魔法咒语玛丽玛丽红 吃一口毒苹果 沉睡吧小公主 谁能想到 妈里妈里哄哄 莫发咒语 妈里妈里哄 妈里妈里 莫发咒语 妈里妈里哄 妈里妈里哄 王后装扮成卖苹果的老奶奶 找到百血公主 小姑娘,尝尝这美味的苹果吧 哇,看起来好好吃 怎么突然头好晕 小矮人们回到家 看到倒在地上的白雪公主吓了一跳 公主,你快醒醒 公主太远又过来了 小矮人们非常伤心 他们强忍着悲伤将白雪公主放进玻璃棺材 这时,邻国的王子正好路过这里 世上竟有如此美丽的公主 王子小心翼翼地扶起公主 公主竟把毒品滚 从嘴里吐了出来 是你救了我 太胖了 公主死了 公主死了 美丽的公主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这世上最美的公主 白雪哦白雪公主 一不小心吃下了 一不小心吃下了 王后的毒品滚 怎么办 白雪公主静静一声言 邻国王子路过来救援 欢迎美丽的公主 他们在一起幸福快乐 从此,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妈妈,王子,公主,祝你们幸福 祝你托你童话音乐剧 下期再见 妈妈 妈妈,你在哪里啊 妈妈 小朋友,你迷路了吗 我找不到我妈妈了 妈妈不知道去哪儿了 孩子别哭了 警察叔叔会帮你找到妈妈的 你别担心,会没事的 好的 小偷 抓小偷啊 小偷 看来该我出马了 警察 快 快抓小偷啊 请帮我找找我妈妈 需要帮助的人可真多啊 朱尼 托尼 帮帮我 朱尼 托尼 警察 变身 朱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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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的警察 朱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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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身 向前 奔跑吧 亲切和爱的警察 正义的施着 向前奔跑吧 勇敢无畏的警察 去场 出动 但是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就会答答 迷路的小朋友就交给我们吧 确保每个人的安全 向前向前奔跑吧 人民警察 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 不客气 小猫咪 以后一定要牵着妈妈的手 别走丢了 但是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就会答答 道路交通用度就交给我们吧 乘法到路 乘通我足 向前向前奔跑吧 人民警察 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 不客气 那是我们该做的 小偷啊 抓小偷啊 当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们就会答答 抓小偷和坏蛋就交给我们吧 全保守会只安良好 向前向前奔跑吧 人民警察 向前奔跑吧 人民警察 就义的施着 猪尼 托尼 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我们也很高兴能帮上一点小忙 要是没有警察叔叔的话 这里简直要乱套了 对啊 警察们看起来真的好忙啊 快站住 真是的 算了 从现在开始 你别和我说话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唉 真是的 到底肚子饿了为什么会咕咕咕这样呀 啊 咕噜噜 还在叫 什么都没有吃 肚子它在吵闹 小腸它说食物不够不够 胃里面空空什么也没有 胃里的食物它不够不够 除了空气外什么也没有 小腸它说食物不够不够 胃里面空空什么也没有 胃里的食物它不够不够 除了空气外什么也没有 只剩空气往下搜搜 咕噜噜 Frouk 咕噜噜 空气往下搜搜搜搜 咕噜噜噜 咕噜噜噜 咕噜噜空气 咕噜噜噜噜噜 飞哒 Sage 啊咕噜噜渡自教 声越来越大快快快时间到 阿咕嚕嚕 還在叫 管怎麼用力 獨自還是在叫 啊 還是在叫 像場他說食物不夠不夠 胃裏面空空 什麼也沒有 胃裏的食物它不夠不夠 除了空氣外 什麼也沒有 像場他說食物不夠不夠 胃裏面空空 什麼也沒有 胃裏的食物它不夠不夠 除了空氣外 什麼也沒有 水上空氣往下搜搜 空氣往下搜搜搜搜 咕嚕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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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 空氣 要是没有食物的话 就只有空气去往小肠里了 那时候发出的声音 就是咕噜噜的声音了 现在知道了吧 原来是这样 听到了吗 现在懂了吧 妹妹 别跟我说话 这是您的甜品 好漂亮啊 这是我为了宝贝你 特别准备的冰淇淋 慢慢地品味一下 亲爱的 你不会都吃完了吧 口感软绵绵的 实在是吃得停不下来 怎么了亲爱的 那里面我放了戒指啊 什么 戒指 没关系亲爱的 戒指消化不了 会从便便里出来的 所以你等一下去卫生间的时候 懂了吧 舒服了 舒服了 对了 戒指 怎么办 我的便便到底去了哪里啊 啾你 啾你 布尼 好好吃 太多 简密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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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 来到花粉池 纸牌粉玻璃 干净的水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你们会被做成肥料 肥料肥料 从下水倒流出去 哗啦哗啦 他们去了哪里 他们去了哪里 从下水倒流出去 哗啦哗啦 哇 啾啾啾妮 欢迎欢迎 来到雾水冲离场 义物都过滤过滤 义物都过滤过滤 欢迎欢迎 来到雾水冲离场 义物们全都过滤完毕 完毕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你们会被做成燃料 燃料燃料 小兔子的便便经过过滤 变成了肥料和燃料 过滤干净的水 重新回到了大自然里 啊 原来如此 那 那我的戒指呢 那个嘛 亲爱的 戒指找到了 真的吗 怎么找到的呀 听说戒指从我的冰淇淋里 被找到了 我们不是交换了口味吃吗 原来如此 真是幸好呀 那 亲爱的 嫁给我吗 亲爱的 好好盯着 看爸爸来了没 虽然爸爸说了绝对不行 但实在忍不住呀 只要一看到 就手痒痒 虽然爸爸说了绝对不行 你怎么又把姐的家给抠开了 这不是又流血了吗 实在太阳了吗 伤口就不能直接愈合吗 到底为什么会结痂呀 救你 托尼 很好奇 拍活 解密 切笔 夕 夕 毗 夕 Jude 伤口为什么会结症 阂笔 夕 jubi 夕 Jude 哨你都你来干不備 小姐加油 一眼dog 猪一猪一 出现上口 雪不停的流 不行 不行 猪一猪一 出现上口 雪不停的流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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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是许小管门 当当当当当 多门美赅 哐哐哐哐 过来撑起帮富王 很多学校伴们 聚聚聚聚聚聚聚在一起 当当当当当当 将是帮富王 太好了 沙口正在愈合呢 啊 不行 注意注意 出现伤口 细菌都来了 不行 不行 注意注意 出现伤口 细菌都来了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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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当当当 多门美赅 哐哐哐哐 解家 吃伤口任 血小板们为了阻止细菌们进来而结成的天然保护网 结痂之所以会痒 是因为家下面在长出新的皮肤 原来是这样 以后我再也不抠 实在是太痒了 想抠掉 不行 不行 怎么样 现在伤口不咬了吧 别弄了 快别弄了 哇 快看小猫的手指甲 指甲上又有太阳又有彩虹耶 小猫 你这是怎么弄的呀 实在是太漂亮了 漂亮吧 我昨天去了趟美甲店哦 美甲师说让我带朋友们再去玩 等会儿咱们放学后一起去吧 好呀 好呀 欢迎光 依思幸来了这么多客人呀 美甲师 我把我的朋友们都带来了 请帮我 请帮我在手指甲上画些水果吧 我呢 想在脚指甲上面画个鲨鱼 请问可以手和脚上都画吗 好好 会给你们画得漂漂亮亮的 我一个人可能忙不过来 看来需要叫我的朋友们过来帮忙了 朱尼 托尼 帮帮我 朱尼 托尼 美甲师 变身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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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酸酸甜甜的感觉 闪闪发光一样 就好像在昂乡 一样的感觉 美甲师们最棒棒 闪闪亮亮 祝你做你 小小胶指甲上 把大海画上去 画上漂亮的贝壳 海星还有小春雨 小小胶指甲上 把大海画上去 海鸥和大白山 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你觉得怎么样 越看越善良 轻轻双双的感觉 尘双发光一样 就好像在昂乡 一样的感觉 每家师们最棒棒 闪闪亮亮 祝你托你 小小胶指甲上 把花儿画上去 红玫瑰黄色 与金箱开的好美丽 小小胶指甲上 把花儿画上去 清醒的绿色叶子 也一起绽放美丽 你觉得怎么样 越看越善良 画上芬芬芳的感觉 闪闪发光一样 就好像在昂乡 一样的感觉 美甲师们最棒棒 美甲师最棒 不敢相信 这居然是我的手 想去海边的时候 去看一看我的脚 不觉得我的手 在散发着 芬芳的花香吗 谢谢你们 祝你托你 感觉真自豪呀 对吧 我也想 把我的脚指甲 变得漂亮一点 好困难 该睡觉了 队长大人 好像哪里 飘来了香甜的汗味呢 今天的晚饭 就是那个孩子了 我要好好的洗洗才行 蚊子们出击 快走开 好痒啊 到底都躲到哪儿去了 别过来 蚊子啊 拜托让我睡个觉吧 一整晚都折磨我的 蚊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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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来飞去 好讨厌的 蚊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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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耳边嗡嗡嗡 洗着洗 咕咕咕咕 好痒好痒好痒呀 蚊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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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肚子真棒 蚊子们 冲啊 啊 救救救你 托尼的 可以 她长大 一枕豌豆 折磨我的 蚊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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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来飞去好讨厌的 蚊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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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吻吻起这些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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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子蚊子蚊子别跑呀 开始进攻 汪汪汪汪汪 汪汪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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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啊 救救我们啊 我们赢了 猪泥 蚊子 蚊子 你别动 我来抓它 蚊子 快站住 好热 今天天气也太热了 热得我都要上火了 是啊 我的头好晕啊 蚊蚊 不好蚊蚊晕倒啦 别担心 首先把蚊移到医疗处 需要给它降温 解开钮扣 再盖上石毯子 猪泥 波尼 帮帮我 猪泥 波尼 变身 了解患者的具体情况 怎么办 再发热是中暑 有时谈尽 有时谈尽心讲文 戴上戴上就会好 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寄救人 愿你们出动 冷静正确采取措施 去拯救 宝贵的生命 了解患者 了解患者的具体情况 怎么办 受伤了是骨折 使用搅拌 固定好 冰块 龙腹去效忠 我送患者去医院 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寄救人 愿你们出动 冷静正确采取措施 去拯救 宝贵的生命 了解患者的具体情况 怎么办 受伤了是擦伤 干干净净 清理伤口 用纱布 保障止血 叫患者送往医院 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寄救人 愿你们出动 冷静正确采取措施 去拯救 宝贵的生命 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寄救人 愿你们出动 冷静正确采取措施 去拯救 宝贵的生命 去拯救宝贵的生命 朱尼 托尼 谢谢你们 幸亏你们及时赶到 还好大家都在需要的时候得到急救 充满奉献精神的挤救人员 好棒 没什么 朱尼托尼童话音乐剧 江饼小人现在开始 圣诞节的前一天 朱尼和托尼要做江饼小人送给圣诞老人 放进烤箱里 噔噔 哇 看起来好好吃 朱尼用巧克力和奶油给姜饼小人做装饰 他给她画了一双小眼睛 一张嘴 还有衣服 好像缺点什么 对了 糖果扭控 嘿嘿嘿嘿嘿 怎么样 托尼 嗯 他需要一些头发 给我 托尼 你会毁了他 不 我会让他看起来更好看 不可以 快给我 就在他们争吵时 不小心打翻了江粉瓶 当朱尼打喷嚏时 魔法从魔法棒里弹了出来 然后 弹进了一个姜饼小人里 我可以动 我还可以说话 朱尼 快看 姜饼小人逃跑咯 别跑 抠呀 抠呀 乖乖炮 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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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抠 我是苦 抛 姜饼小人 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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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狗 我是姜饼小人 抠呀 抠呀 快快跑 抠呀 抠呀 抠 我是苦 抠 姜饼小人 抠呀 抠呀 小鸡 抠呀 抠呀 山羊 我是姜饼小人 抠呀 抠呀 快快跑 抠呀 抠呀 抠 我是苦 抠 姜饼小人 你抓不到我 你吃不到我 我是姜饼小人 啦啦啦啦 啦啦啦 我是酷炮江炳小人 有美食就抓住我 江炳小人到了河边 我该怎么办 我不会游泳 需要帮忙吗 我可是游泳高手啊 我可以带你到河对岸 江炳小人想了一会儿 然后 哦 他跳到了狐狸背上 狐狸游到河中央 哈哈 我就说你们抓不到我 水溅到了狐狸背上 江炳小人 水越来越深了 快到我的头上来 好的 然而水却涨到了狐狸的头上 到我鼻子这儿来 你不会有事儿的 好的 江炳小人相信了狐狸 他走到狐狸的鼻子上 可怜的江炳小人 我要把你吃掉 狐狸把头撬了起来 江炳小人飞到了天上 就在江炳小人快要掉下去时 一只乌鸦抓住了它 不 回来 乌鸦用嘴叼着江炳小人 飞得越来越高 我不能就这样被吃掉 江炳小人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告诉我 乌鸦 乌鸦会吃江炳小人吗 当然了 乌鸦忘记自己正叼着江炳小人 张开嘴回答了问题 江炳小人掉了下去 然后晕倒了 过了一会儿 江炳小人睁开了眼睛 他吓了一跳 朱尼和托尼正低头看着他 他醒了 你还好吗 我 我又回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 你没事吧 看起来好多了 你真幸运 是圣诞老人 原来是这样 江炳小人从乌鸦的嘴里 吊到了圣诞老人的口袋上 真是不可思议 我从没想到 江炳小人竟然会从天上掉下来 我们也很惊讶 送给圣诞老人的礼物 突然复活 逃跑 还和圣诞老人一起回来了 礼物 我可不是一般的饼干 我可以快速行动 我要周游世界 我是有史以来 最特别的江炳小人 呵呵呵 别担心 江炳小人 我不会吃了你 我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 你说你动作快 那今年圣诞节 你可以帮我给孩子们送礼物 礼物 是的 如果你能帮助我 我会很开心 太棒了 江炳小人 你可以的 哦 好的 好 那我们出发吧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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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节前夕 当你睡着时 江炳小人 就会出现 他从口袋里 拿出给你的礼物 把礼物放进 长桶袜子里 美丽的礼物 啦啦啦啦啦啦 帅气的礼物 可爱的礼物 最棒的礼物 厚厚的雪上 如果有脚印 脚印小人 就会出现 把礼物放在 圣诞树下 记在雪茄上 说圣诞快乐 祝你托你 啦啦啦啦啦啦 圣诞老人 啦啦啦啦啦 江炳小人 啦啦啦啦啦啦 圣诞快乐 啦啦啦啦 从那天起 江炳小人一直帮助圣诞老人 哦 你想见他吗 很遗憾 你永远也看不到 因为他是有史以来 最快的江炳小人 嗯 祝你托你 从话音乐剧 下期再见 啦啦啦啦 啦啦啦 雪白雪白雪公主 哦 白雪白雪白雪公主 哦 白雪白雪白雪公主 森林里白雪公主 和其他小爱人 我们 大家 一起住在小木屋 真正好 摸几 Alex 可几个小爱人 我们大家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美味的红苹果快快尝一尝 只要你吃下一口 就会永远幸福 这个苹果看起来好好吃 白雪白雪公主 闭上了双眼 吃下毒苹果 闭上了双眼 王子轻轻一个吻 把公主唤醒 从此以后两个人幸福快乐 白雪公主 你真美 王子 我是草原之王狮子 我是三明之王老虎 托尼 托尼 你知道吗 狮子一般都是母狮子去群猎 哇 真的吗 那肯定比老虎的捕猎技术更强 那也不一定 虽然老虎自己捕猎 但是遇到强大的对手也没有问题 好厉害呀 那狮子和老虎到底谁更厉害呢 托尼 我们一起去动物世界看一看吧 什么 朱尼 还是不要吧 快来 Subsist 我狮子棒的猎猎猎猎猎猎猎 我狮子棒的猎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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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适合打烈 每天每天去勤列 我们是狮棒的 只要我已出现 全部都怕我 狮子王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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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王 狮子王 狮子王最棒 狮子王最棒的猎手 狮子王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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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比比看谁更厉害 哼 那就看看谁先抓到猎物 好啊 狮子帮了猎手 狮子疼老虎 比比看谁更厉害 动物绝望对决 心肌牙齿 最大的前撞 我们是狮子 我就是老虎 有巨人的速度 向猎物前进 群技 群技 神子王 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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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王 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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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棒的猎手是 救命啊 救命啊 哈哈哈 原来动物之王也会怕水牛群啊 哈哈哈 就是说呀 哈哈哈 这里太闷了 好无聊啊 对啊 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到外面玩呢 想快点遇到好主人一起玩耍 嘘 别说话 有人过来了 哦 快看 是娃娃机 哇 里面有好多玩具呀 我们也来抓抓看吧 跑啊 跑啊 抓呀抓呀一起抓 一起抓 一起抓娃娃 抓到了 没抓到 抓到了 没抓到 抓到小汽车 哇 是一辆漂亮的红色小汽车 抓呀抓呀抓呀一起抓 一起抓 一起抓娃娃 抓到了 没抓到 抓到了 没抓到 抓到了 没抓到 抓到彩色球 咕噜咕噜咕噜 转转转 咕噜咕噜 转转转转 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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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抓到 抓到机器人 哔哔哔哔哔哔 让我来试试看 我要抓恐龙玩具 抓呀抓呀 一起抓 一起抓娃娃 抓到了 没抓到 抓到了 没抓到 没抓到恐龙 带我走 托尼 我来帮你抓吧 抓呀抓呀 一起抓 一起抓娃娃 抓到了 没抓到 抓到了 没抓到 抓到恐龙 开始开始好开心 开心好开心 哇 我们抓到了好多玩具 我们快点回家 一起和玩具们玩耍吧 好啊好啊 真开心 如妮托尼童话音乐剧 蜗具姑娘 现在开始 从前 有一对住在乡下的夫妻 妻子怀孕了 她非常想吃长在女巫菜园里的蜗具 亲爱的 我真的很想吃那个蜗具 几天过去 几天过去了 妻子变得越来越瘦弱 丈夫非常担心 于是她便闯进了女巫的菜园 为了妻子 我就拿一点 正当丈夫要悄悄离开菜园的时候 谁走进我的菜园 想要偷走我去 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不会放过你 请原谅我一次就原谅这一次 我的妻子怀孕了 求求你了 等到孩子出生 我要把她带走 几个月后 孩子刚出生 女巫便把孩子抱到了一座高塔上 并给她取名为蜗具 又把她带走蜗具 哦蜗具 把她带到远方 蜗具 哦蜗具 过了许久 蜗具长成了世界上 最美丽的女孩 她长着金黄色的长发 有着雪白的肌肤 蜗具啊蜗具 放下你的头发 蜗具放下了她金黄色的长发 女巫便顺着蜗具的长发 爬到了高塔上 我想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不可以 你不能出去 外面的世界太危险 你要永远待在这个塔里 蜗具 蜗具每天都要在塔里度过 她很孤独也很无聊 但是她很喜欢唱歌 可爱又美丽的 可爱又美丽的 我就是蜗具 森林有座高塔 我就住在这里 一个人太孤单 我感到有点伤感 所以我和小鸟唱歌 和小松树跳 可爱又美丽的 我就是蜗具 可爱又美丽的 我就是蜗具 森林有座高塔 我就住在这里 我想要离开这趟 去看外面的世界 可是我做不到 做不到 我就是孤单的蜗具 有一天 一位王子路过 听到高塔上蜗具的歌声 哦 这动听的声音 是从哪里传来的 顺着歌声 王子看到在窗边 唱歌的蜗具 就在这时 女巫来了 她大声呼唤蜗具的名字 接着金黄色的长发 从塔上落了下来 第二天 王子走到高塔下 学着女巫叫出蜗具 顺着长发 王子爬到了蜗具的高塔上 哦 你好勇敢 竟然可以爬到这里来 蜗具姑娘 你实在是太美丽了 就这样 王子和蜗具一见钟情 我一直等待 我一直等待依旧的真爱 你为什么一直藏在这地方 我一直等待依旧的真爱 你就是我期盼的勇敢的王子 我真的感到幸福 现在我们手牵着手 多么美丽 多么英俊 我们要永远 在一起 女巫在远处目睹了这一切 她非常生气 竟敢瞒着我借王子 我不会放过你们 女巫剪下蜗具的头发 把她赶出了高塔 第二天 当王子再次来件蜗具的时候 女巫放下了一剪下的长发 当王子就要爬到塔顶时 女巫松开了手 高 王子掉进了荆棘丛里 她的眼睛被刺伤 看不见了 王子在树林里徘徊着 有一天 她听到了蜗具的声音 这个声音是 她顺着声音 慢慢地走进树丛里 蜗具认出了王子 她哭着跑到王子身边 王子 请你睁开双眼 当蜗具的泪水 落到王子的脸颊 奇迹发生了 渐渐的 王子睁开了双眼 王子终着眼睛了 蜗具又可以见见了 重见光明的王子 对蜗具说出了一直藏在心里的话 蜗具姑娘 你愿意嫁给我吗 王子 啦啦啦啦啦啦我去姑娘 金黄色的肠包 啦啦啦啦啦我去姑娘 一个人太孤单 啦啦啦啦啦我去姑娘 离开这座岗 啦啦啦啦我去姑娘 爱上英俊王子 啦啦啦我去姑娘 从此幸福快乐 啦啦啦我去姑娘 我去姑娘 啦啦啦啦我去姑娘 从此 蜗具姑娘和王子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啦啦啦我去姑娘 朱尼托尼童话音乐剧 下期再见 朱尼托尼童话音乐剧 放批比赛 现在开始 从前 上村住着一个爱放屁的男人 夏村 住着一个爱放屁的女人 他们的屁到底有多特别呢 听好了 放屁股 放屁前生风屁了 有大有香料的屁 吹跑了烟石 吹跑了小船 放屁小姐风屁了 有大有香料的屁 吹 院子变干净 吹 一副被吹干 谁能屁股厉害 让我们逼一逼 吱吱吱吱扑扑扑扑 让我们逼一逼 一天 放屁先生来到放屁小姐的家 嘿 小孩 你妈妈呢 妈妈去了市场 你是谁 我是上村的放屁先生 我来这儿要和你妈妈进行一场比赛 你肯定赢不过我妈妈 怎么可能 我真的很会放屁 那你放一个 我来看看谁的屁更厉害 放屁先生放了一个屁 男孩被吹进壁炉 然后被卡在了烟囱里 他把脸从烟囱里伸了出来 可是却一动也不能动 妈妈 对不起小孩 我会把你弄出来的 他把屁股贴在壁炉上 然后 扑 扑 放了几个屁 男孩被吹到天上 随后掉进了放屁先生的怀里 对不起小孩 对不起 放屁先生跑了 这时放屁小姐回到了家 发生了什么事 妈妈 上村的放屁先生来过了 什么 当放屁先生经过市场时 一个大旧楚向他飞了过来 他吓了一跳 赶紧向旧楚放了一个屁 不 旧楚被吹走了 放屁先生 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孩子 我不是故意的 别解释了 放屁先生 两个村子的村民都过来看这场放屁比赛 就在所有人观看比赛时 不好 一只凶猛的大老虎 吊着男孩跑了 放屁小姐吓坏了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放屁先生喊道 我说三 一起朝老虎放屁 怎么样 一二三 收紧你的肚子 收紧你的后背 我们来放屁 用力用力再用力不止不不 再一次不止不不 放风来了消失 这是什么风 再来一遍朝向老虎 收紧你的肚子 收紧你的后背 我们来放屁 用力用力再用力不止不不 再一次不止不不 老虎来了消失 他们的屁太厉害了 老虎和男孩被吹到了天上 男孩平安地回到了放屁小姐的身边 我的宝贝 妈妈 太棒了 谢谢你 不用谢 从那天起 两个人在各自的村子里放屁 有时他们还一起放屁 去帮助村子里的其他的村民 朱尼托尼童话音乐剧 下期再见 朱尼托尼童话音乐剧 睡美人 现在开始 很久很久以前 在遥远的王国诞生了一位美丽的公主 小公主诞生了 三位仙子也为公主送上了最美好的祝福 赋予公主美丽 赋予公主 甜美的生意 就在最后一位仙子准备说出祝福的时候 竟然没有邀请我参加宴会 我就是我就是最可怕的女巫 可怕可怕可怕最可怕的女巫 我要给美丽的小公主是魔咒 魔咒魔咒魔咒给公主是魔咒 她将被剪剪的放车针 刺伤刺激 然后死去 我就是我就是最可怕的女巫 公主会在16岁生日那天 被放车针扎到手而死去 这可怎么办 我可怜的孩子 不要担心 我还没有说出我的祝福 公主不会死去的 然而被放车针扎到手 她将会陷入沉睡之中 只有珍爱之吻可以唤醒美丽的公主 时间飞适 时间飞逝 转眼间就到了公主的16岁生日 这是哪儿 公主发现了一座旧塔楼 她悄悄地走了上去 婆婆 您在做什么 你好 公主 转动这个轮子 就可以支出布来 来 您可以试试 就在这时 公主被放车针扎到了手 我的魔咒 终于失线了 那个婆婆就是可怕的女巫 但公主并没有死去 她陷入了沉睡之中 公主睡了整整一百年 让所有人一同沉睡吧 这样等公主醒来 就不会寂寞了 国王和王后睡着了 守护城堡的士兵们睡着了 就连小猫和小狗也都睡着了 一百年过去了 沉睡的公主 谁没人 谁会来关心我们的公主 当到勇敢的王子 请问她 女巫的魔咒 就会消失 勇敢的王子 请你快来 用真爱 唤醒公主 沉睡的公主 谁没人 谁会来唤醒我们的公主 很多人试着去唤醒公主 但他们都被荆棘刺伤 死去了 有一天 一位年轻的王子 赶了过来 我要进入城堡 唤醒公主和其他所有人 勇敢的王子 披荆斩棘 走进了旧塔楼 哦 好美的公主 王子 王子弯下腰 轻轻地亲吻了公主 哇 哦 是你唤醒了我 谢谢你 随着公主醒来 城堡里所有人便都醒了过来 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儿了 美丽的公主 被可怕的女巫师魔咒 勇敢的王子 她前来救援 用真爱亲吻 美丽的公主 慢慢哦 慢慢的 公主醒过来 美丽的公主 和勇敢的王子 她们从此住在一起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谁没人的故事 就这样 公主和王子结婚了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猪妮托尼童话音乐剧 下期再见 王王 看这边 嘿 太棒了 你接住了 猪妮 这是谁的小猫啊 看王王自己很无聊 就给她带了个朋友过来 哇 这只小猫太可爱了 喵 在这儿等一下哦 我去给你拿点好吃的 喂 小猫 我警告你 以后不允许你接近 猪妮托尼 它们可是我的主人 它们很快就会发现 我特别可爱 会更喜欢我 这 什么 那我们就来比一比 看猪妮托尼会更喜欢谁 好啊 那你就好好看看哦 喵 最可爱的我 就是喵喵小猫 它气疯一步一步 优雅的慢慢走 一身一身 两两又软软的猫 没你要用舌头 每天都保持干净 美丽小猫 喵喵喵喵喵喵 美丽小猫 喵喵喵喵喵喵 最可爱的我 就是汪汪小狗 连我的鼻子最棒 谁也不能比 每位食物被悄悄地藏起来 轻轻地吻一吻 就能立刻找到 美丽小狗 汪汪汪汪汪汪 美丽小狗 汪汪汪汪汪汪 最可爱的我 就是喵喵小猫 用萌萌的肉片 三个家每月能跑 尖尖指甲 藏起来是秘密武器 惹人哀胆 生气也会非常可怕 喵 美丽小猫 喵喵喵喵喵喵 美丽小猫 喵喵喵喵喵喵 面前是乖乖的可爱小狗 保护我的家园谁都不敢靠近 美丽小狗 汪汪汪汪汪汪汪 美丽小狗 汪汪汪汪汪汪汪 最可爱的我 就是喵喵喵喵喵喵 扎尖的身体让我轻轻跳得高高 不害怕再高 别能爬上去 一不小心滑下来 也要摆好姿态 最可爱的我 就是汪汪小狗 我丽丝说有着全角的四肢 快速奔跑跑到处让身边 冲掉到晚 蹦蹦跳跳也不会劝得累 美丽小猫 喵喵喵喵喵喵 美丽小狗 汪汪汪汪汪汪 美丽小猫 喵喵喵喵喵 美丽小狗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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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小狗 喵喵喵喵喵喵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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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喵 喵喵喵喵喵 这是新朋友小鱼 打个招呼吧 哇 鲸鱼太可爱了 一二三四五 我们是五只小猴子 四只小猴子 撞下来 撞刀头 妈妈打电话 为医生医生说 不要再让小猴子 撞上跳 四只小猴在床上跳 一只帅下来撞到头 妈妈打电话为医生医生说 不要再让小猴在床上跳 三只小猴在床上跳 一只帅下来撞到头 妈妈打电话为医生医生说 不要再让小猴在床上跳 两只小猴在床上跳 一只帅下来撞到头 妈妈打电话为医生医生说 不要再让小猴在床上跳 只小猴在床上跳 他传下来撞到头 妈妈打电话为医生医生说 不要再让小猴在床上跳 朱尼托尼童话音乐剧 杰克与仙斗 现在开始 从前有一个充满好奇心的男孩 叫杰克 他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 虽然生活贫穷 但杰克很开朗 可是有一年镇上发生了饥荒 他的母亲生病了 杰克便不像以前那样高兴 杰克 这是最后一块面包了 明天你去把牛卖掉 然后再弄点吃的 好的 妈妈 杰克躺在床上 他想起以前爸爸讲过的故事 要是我也有一只 会下金蛋的母鸡就好了 第二天早上 当杰克去市场的路上时 一个陌生人过来对他说 小孩 看来你是要把牛卖掉了 要不要和我的豆子做交换 什么 我才不会把牛换成这颗豆子 这可不是一般的豆子 让我来告诉你他的厉害 一二三四 豆豆豆豆豆 豆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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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小小的豆子有多厉害 有没有听过神奇的豆豆豆豆 想要什么都可以只有你敢想 雨天会比想象的更多 到处都是兜兜兜 深深迷迷兜兜兜 想要什么都可以只有你敢想兜兜 到处都是兜兜兜 深深迷迷兜兜兜 深深迷迷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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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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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杰克的妈妈很生气 她抢走豆子 扔到了窗外 第二天早上 当杰克醒来时 她吓了一跳 窗外有一个巨大的豆精 伸向天空 哇 她长得好高啊 杰克爬上了豆精 她爬得越来越高 穿过云层 她发现了一座大城堡 哇 到底是谁住在城堡里呢 杰克环顾着四周 他来到了一个大厨房 听见桌子上谁在唱歌 哦 是谁 哥哥我是可怜的母鸡 哥哥我是孤单的母鸡 我曾是一只寂寞里的明星 所有季度崇拜的长级明星 那些和朋友们一起等日子 那些我们唱歌又跳舞的日子 不管是有一天 哥哥他把我带到春宝 哥哥我大声的叫喊 寂寞的困在笼子里的日子 我想在日出时唱呀唱歌 我想和朋友们唱呀唱歌 哥哥我是可怜的母鸡 哥哥我是孤单的母鸡 你唱的真好听 你是谁 哥哥 我叫杰克 从地上来 从地上 那个象坠 你是托马斯的儿子 什么 就在这时 灯灯灯 巨大的脚步声震响了整个城堡 一个可怕的巨人过来了 他把母鸡从笼子里拿出来 喊道 快下蛋 母鸡 不然我就吃了你 母鸡尖叫着 然后 他下了金蛋 金蛋 我为您准备了舞蹈 你想看看吗 嘘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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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人睡着了 杰克悄悄地经过巨人走向母鸡 杰克 那个巨人把我困在了这里 快点带我下去 嘘嘘 嘘嘘 就在杰克小心地爬下斗筋时 一个雷鸣般的声音从上面传来 给我站住 把我的母鸡还给我 愤怒的巨人正慢慢爬下斗筋 知道了 杰克有好几次差点滑倒 但终于安全爬到了地上 杰克的妈妈心慌地回家的朋友 吓了一跳 天哪 那到底是什么 我不会放过你的 可恶的小孩 就在巨人快要到地上时 斧头 快点用斧头砍到斗筋 杰克听了母鸡的话 去拿了把斧头 用力地砍斗筋 斗筋开始来来回回地摇晃起来 停下 如果你不马上回到你的重宝 我们就把斗筋砍倒 巨人没有办法 只好回到天上 巨人刚消失在云层里 斗筋就倒了 杰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妈妈 我把母鸡带回来了 它会下金蛋呢 什么 看好了 天哪 杰克卖掉金蛋 给妈妈买了药和食物 也帮助了村子里其他的村民 母鸡 多亏有你帮忙 谢谢 不用客气 也谢谢你从巨人那里把我救出来 但是 只有在我想下蛋的时候才会下 记住了 知道了 从此 杰克和母亲 还有母鸡 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朱尼托尼童话音乐剧 下期再见 长颈鹿的脖子可真长 那还有一只河马 河马的嘴巴可真大 我的天哪 狮子 吓我一大跳呢 托尼 你可真是个胆小鬼呀 不对 我才是最厉害的 这是什么声音 还不是呢 那 你可以做到像这样吗 就这点本事 我还能像这样做呢 就这点小本事 你也拿出来炫耀嘛 我们不要光用嘴说 用实力来证明一下到底谁更厉害吧 怎么证明啊 就这个了 我们来比比看谁能摘下更多的椰子吧 好啊 就这点小事 根本就难不倒我 我就是大象 大大大大象 鼻子长长的大象 在陆地动物之中 拥有最长的鼻子 我的鼻子就像手一样 大象 我就是大象 我鼻子鼻子 鼻子特别长 大象大象 我就是大象 我鼻子鼻子 鼻子特别长 你鼻子长 这个对你来说太有力了 这次看到那个大树了吗 我们来比比谁先到那里吧 好啊 我就是犀牛 犀牛犀牛 拥有长脚的犀牛 像剑球猫子一样 坚硬无比的长脚 无论什么都能记醉 哦 犀牛犀牛 我就是犀牛 哦 长脚长脚 长脚的犀牛 哦 犀牛犀牛 我就是犀牛 哦 长脚长脚 长脚的犀牛 再来比试最后一盘 好啊 你想用什么来一较高下 你们是草动物 不是都特别爱吃草吗 那你们就来比比 谁吃草更厉害 怎么样 那我当然有自信了 正好我肚子也饿了 来吧 我就是大象 就是犀牛 我们都很爱吃草 我们是狮子动物 最厉害的大威王 只望还要接着吃 哦 大象大象 我就是大象 哦 犀牛犀牛 我就是犀牛 哦 大象大象 我就是大象 哦 犀牛犀牛 我就是犀牛 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我认输了 竟敢向我挑战 谁吃的草更多 我一天内 足足可以吃三百公斤的草 这 什么 好吧 虽然很不甘心 但我承认 大象你更厉害 犀牛 你坚硬的长脚 也非常非常帅气 今天的对决实在是太棒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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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妮托尼童话音乐剧 小红帽 现在开始 从前 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她经常带着奶奶 做给她的小红帽 因此 所有人便都叫她 小红帽 你好 小红帽 你好 你要去哪儿啊 小红帽 一天 小红帽的妈妈 叫小红帽帮个忙 宝贝 奶奶有点不舒服 你能帮妈妈 把饼干和面包送过去吗 乖乖的去奶奶家 不要乱跑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小红帽提着篮子走进森林里 可是一路上 那个后面的影子是什么 是从哪儿来的 为什么会一直跟着她 点着脚悄悄的 哈 要不要吃了她 跳到前面吓唬她 哈 要不要吃了她 都饿了这么久 感谢上天 哈 哈 要像个神石一样 你要去哪儿啊 亲爱的 我要去奶奶家 给她送点饼干和面包 嗯 啊哈 一步又一步 哈 要不要吃了她 要不要吃了她 鸡里咕噜说个不停 哈 要不要吃了她 哦 我不能再等了 现在我就想要吃 要像个神石一样 嗯 奶奶家在哪儿呢 这条路走到底就是 哈 哈 那我可以先把它吃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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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些美丽的花朵 小红帽 你可以摘几朵送给奶奶 奶奶会非常喜欢的 好主意 大灰狼 一朵 两朵 三朵 就在这时 大灰狼赶紧跑到了小红帽的奶奶家 奶奶 我是小红帽 请开开门 啊 是我的小红帽啊 快进来 哦 大灰狼张开了大嘴巴 竟把奶奶吞掉了 哇 嘿嘿嘿嘿 现在躺在奶奶的床上 等着小红帽过来就好了 我穿着奶奶的衣服和帽子 小红帽肯定认不出事我 嘿嘿 嘿嘿嘿嘿 过了一会儿 小红帽带着一大树花朵 和装着食物的篮子 到了奶奶家 啊 怎么屋子里这么黑 奶奶 我来了奶奶 靠近点儿宝贝 无力好黑奶奶 再靠近点儿宝贝 奶奶 您是不是很不舒服 对呀 来抱我奶奶吧 好大的眼睛 奶奶奶 为了把你看清楚 好大的耳朵奶奶 为了听清你的话 好大的嘴巴 啊 奶奶 想知道吗 为了一口吞掉你 好饱啊 我的休息一下 一个猎人正好路过 他听到吵闹的声音 便往屋子里探望 啊 哦天哪 是大灰狼 他一定是把老奶奶吃掉了 猎人捡下大灰狼的肚子 他把小红帽和他的奶奶救了出来 然后把重重的石头放了进去 大灰狼撑着装满石头的大肚子跑掉了 猪妮托尼童话音乐剧 下期再见 猪妮托尼童话音乐剧 小美人鱼 现在开始 从前 在海底最深处 有一座城堡 那里住着一群美丽的人鱼公主 他们当中最小的人鱼公主 有着深蓝色的眼睛 她最喜欢用她的美丽的歌喉唱歌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音乐会 灯光闪烁 照亮着悲客舞台 快快来和我们一起 一起唱歌跳舞 和美丽的小美人鱼 金鱼瞧着大呼 海马吹着喇叭 我们大家来唱歌 和美丽的小美人鱼 小美人鱼 时常想象海上面的世界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等你到了十五岁 你就可以游上去 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这一天 小美人鱼终于迎来了 它的第十五个生日 终于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哇 已经很大了 恭喜你 开心 小美人鱼兴奋又激动 它慢慢地游到了海面上 哇 好美啊 哇 好美啊 多么美丽的世界 这一切 充满着星际的美丽 听花朵和树叶唱着 月亮在天空上 月亮在天空上照耀着 月亮在天空上照耀着 花朵在大地上绽放着 多ark我 多么美丽的世界 那一切 充满着星际的美丽 听花朵和树叶唱着歌 多么宁静的夜晚 这时 在不远处的船上 正在举办王子的生日宴会 看到站在船上的王子的那一瞬间 小美人鱼就爱上了他 哇 他好帅呀 突然 一阵狂风暴雨来临 王子的船被大浪大翻卷入了海底 我得去救王子 小美人鱼发现溺水在海底的王子 随后把王子救上了岸边 听到远处有脚步声传来 小美人鱼躲在了一块大石头后面 天哪 王子 快醒一醒 快醒一醒 哇 谢谢你 公主 是你救了我 王子 王子带着公主回到了他的城堡 小美人鱼回到海底后 每天都四面着王子 他想要再次见到王子 于是小美人鱼决定去找可怕的海巫婆 他就住在那阴森的黑洞里 女巫 我想变成人类 我愿意做任何事情 我是海底女巫 可怕有邪恶的女巫 如果你想变成人类 那得交出你的声音 你确定不会后悔 这将永远无法改变 只要喝下这个药水 你将变成人类 你就能拥有双腿 我是海底女巫 可怕有邪恶的女巫 如果你想变成人类 那得交出你的声音 要记住 如果王子和别人结婚 你就会变成泡沫 姐喝下这药水 我就可以留在王子身边了 当小美人鱼睁开她的双眼 她看到王子就在她的身边 你终于醒了 你是谁 小美人鱼说不出话 但是她很开心 能够再次遇到王子 和我一起回到城堡里吧 在城堡里 小美人鱼和王子 在一起度过了许多幸福的日子 有一天 王子向小美人鱼 见上邻国的公主 我溺水时 是她救了我 我马上就要和她结婚了 王子 救你的人 救你的人是我 王子和邻国公主举办婚礼的日子到了 小美人鱼伤心的哭泣 这时 她的姐姐们来到她身边 今晚 你要用这把刀刺中王子的心脏 这样 你就可以变回来了 拿着那把刀 小美人鱼走进了正在熟睡中的王子的房间 小美人鱼看着王子 看了许久 看了许久 记住你 记住你 我爱你 我们是怪兽 怪兽车队 大家一起高担 怪兽车队 大电钻钻钻钻钻 我是木乃伊卡车 用大铲子哇哇哇 我是僵尸卡车 我们看着怪兽车 一起来斗弹 海洋出来全部都消失福建 我们是怪兽 用大铲子哇哇哇 我是海骨卡车 用大扫把桑桑桑 我是女巫卡车 我们看着怪兽车 一起来斗弹 海洋出来全部都消失福建 我们看着怪兽车 一起来斗弹 海洋出来全部都消失福建 我们是怪兽 怪兽车队 大家一起到达 怪兽车队 今天的约会真是太有意思了 天哪 好脏啊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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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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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ini Tony 來告訴你 進來啦進來啦 灰針都進來啦 他們朝著鼻孔跑進來啦 進來啦進來啦 細菌都進來啦 他們朝著鼻孔跑進來啦 怎麼辦 灰針和細菌們都跑到身體裡去了 不會那麼容易就進去的吧 嘿嘿嘿嘿 搶住吧搶住吧 一腦搶住吧 灰針和細菌都哎呀哎呀 搶住他搶住吧 我比你搶住吧 一腦搶和細菌都哎呀哎呀 哦 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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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的鼻石 哦 鼻石鼻石鼻石走走的鼻石 哦 好生氣為什麼會有鼻石 哦 一起一起快來快來 探索鼻石 進來啦進來啦 灰針都進來啦 他們朝著鼻孔跑進來啦 進來啦進來啦 吸菌都進來啦 他們朝著鼻孔跑進來啦 搶住吧當成吧 用鼻毛當成吧 灰針和細菌都哎呀哎呀 當住吧當住吧 用鼻子當住吧 灰針和細菌都哎呀哎呀 波尼那些就是鼻石嗎 怎麼跟我的鼻石長得不太一樣 鼻子別急呀 等它們變乾了以後就變成硬硬的鼻石了 哦 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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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的鼻石 哦 鼻石鼻石鼻石藏藏的鼻石 哦 好生氣為什麼會有鼻石 哦 一起一起快來快來 探索鼻石 哦 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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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的鼻石 哦 鼻石鼻石鼻石藏藏的鼻石 哦 好生氣為什麼會有鼻石 哦 一起一起快來快來 探索鼻石 哦 鼻石鼻石鼻石 鼻石是鼻子裡的灰塵和細菌 被鼻涕給凝結起來而產生的東西 所以 河馬先生的大鼻石也是由於今天灰塵太多才出現的 哦 原來如此 謝謝你們 朱尼托尼 那個 河馬先生 對不起 剛才說太過分了 其實我的鼻子裡也會有鼻石的 河馬小姐 讓我來看看河馬小姐的鼻石造什麼樣子啊 好 哎呀 河馬先生 hehehe 哈哈哈哈